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 很多爱美的人也是选择通过医疗整形的方式 来调整自己身体的缺陷 不过整形手术一定要谨慎选择 通过牺牲健康的方式 用手术这种外力的方式来改造 实在是得不偿失 还有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 成都市民李女士 为了让自己的鼻子变得更加美观 前前后后花费了五六万元钱 在成都的一家整形医院做了多次手术 16年然后做了一次面部填充 面部填充加鼻中和手术 然后当时做完鼻中和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就是它没有起到任何就是挺拔 就是翘起来的那个效果 然后今年18年 然后4月份我又去找他们 然后重新做了一次 然后导致了鼻孔一大一小 然后鼻部歪斜 就李女士遇到问题 医院方面也出面进行了回应 后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通过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通过正规的流程来进行解决 贵阳的王女士为了减肥 找到一家名叫奥黛利的整形医院 通过抽脂手术减肥 谁知道手术后一年多了 王女士两边大腿 却一直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平滑状态 左腿是大腿根部突出来 右腿是两处凹险一大拖 地方突出来 就是凹凸右腿比较严重 左腿就是大腿根部 这有一大拖凹出来的 突出来的地方 花了十多万 居然把大腿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让王女士非常不满 在澳大利整形医院 医院经理解释说 在手术之前 他们曾告知过王女士 大腿抽脂手术 会出现凹凸不平的情况 但可以通过后期的修复手术 慢慢恢复 如果说有权威机构 坚定确实我们患者的手术 是失败的 是存在问题的 那我们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都会负什么样的责任 你觉得你们这个手术算成功吗 不算失败 但是现在因为 现在因为这个手术过程 也没有完成 但王女士表示 不再信任医院的修复手术方案 希望院方能退还全部费用 医院对此表示 他们将向重庆总部医院报告 争取双方协商解决